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然后这段时间说着休息 其实我一直在跟我老公去治疗看病 前段时间的时候不是在医院做的体检 拿了那么多药吗 没有管用全吃完了 让我俩现在每天坚持去中医馆 然后去治疗 现在在治疗的路上 老公去了 中医馆 我就不进去了 因为里面的中药味太大了 最主要一点是它是脱光了抹全身 全身抹的药都用保鲜膜 怕沾在衣服上 一个小时以后戒掉 戒完它的保鲜膜了 然后让它吃药 在吃药之前让它先两个体重 来 称体重 体脂称 等会儿 体脂称上称 87.4 87.4 检测报告 9项特别注意 全都偏高 没有一项足的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各项治疗没有一项是健康的 在中医给它调理治疗身体 这个皮肤病的方面 然后我想给它一起 让它减减肥 让它调理一下 让它身体更加健康 这样太胖以后 严重导致的是 以后再严重了 就是三高脂肪肝了 一起给它减减 先读完它吃完药了 然后我也去录一个段子 吃一个大骨头